开幕的世界杯足球预选赛 中国队与约乱队在江苏昆山进行了一场热身赛 最终中国队是以2比0取胜 赛前 全场向在四川地震灾害中遇难的同胞默挨一分钟 第二十二分钟 朱挺库进区为中国队赢得一粒点球 操刀主发的薅俊明冷静运重 进球后 中国队队员纷纷双手指尖 用进球告位在地震中遇难的同胞 中场休息时 新场进行了募捐仪式 中国队为灾区捐款30万人 下半场 中国队一下换上了6名主力 下半场开始仅3分钟 利用一次脚球机会 李伟峰投球后面将比赛锁定用2比0 我们赛前来制定的目标就是锻炼队员 为了热身赛做准备 因为后面四场比赛是 今年第一次连的四场 所以需要更多的队员 两天后 中国队将出征多哈 准备客场于卡塔尔队的 亚洲区20枪赛 对于参加田径比赛的 盲人运动员来说 今天的奥运进行时 节目的最后 让我们一起重温奥运圣火 在苏州和南通的传递过程 在今天的传递中 除了传统的火炬手跑步之外 还融入了轮滑船地的元素 船地全程约19公里 上午10点 举重世界冠军唐卫芳和圣火 护卫队队员将火种放回了火种灯 北京奥运圣火在苏州站的船地 圆满结束 这里是连接苏州市与南通市的苏通大桥 同时也是世界第一的跨境斜拉桥 观众朋友您看 我身后有一条红色的标志线 这条标志线呢 就是苏州市与南通市的交界点 北京奥运圣火在结束苏州市的船地之后 将在这个地方进行一次 简短的交接仪式 从而拉开南通市船地的序幕 随后第一棒火炬手 乒乓球名将李局首举火炬 拉开了南通站火炬船地的序幕 共有104名火炬手 参与了今天在南通的船地 他们通过手手相接的传统方式 凸显出亲手相传 共渡难关的赈载主题 奥运圣火从苏通大桥出发后 转至南通市区 最终抵达体育会展中心体育馆 平安奥运高峰论坛25号